记者黄良杰高雄报道,高雄地检署今晚发出新闻稿,针对今日传唤庆富公司副董陈伟质导案说明,离清向海洋局长王端仁,于业署官员宣称因海军拨款缓慢一事,拜会过总统府并获府方协助后获得解决云云,其实是为了要促使于政官员可尽快协调,并核准庆富公司取得新大党土地。 全市浮夸之词,陈伟质并公称,他与其父陈信南于去年某日在与高雄市政府海洋局前局长王端仁开会之前,详细日期不记得,曾一同前往总统府败会时任新南向办公室主任黄志芳,目的是讨论幸福公司为响应政府执行南向政策前往东南亚地区投资事宜。 他表示,当时会谈中,父亲陈信南有顺便抱怨银行对列雷件贷款案的拨款条件不加等情单位获得黄志芳正面回应。 伺候成为之因幸福公司急欲取得新大党土地使用,而与渔野署海洋局代表会谈时,为取得上开两单位代表之信任,才夸称其曾因海军拨款缓慢一事败会过总统府,并获得总统府协助后,获得解决云云。 目的是为促使与艳署可以尽快协调,并核准幸福公司取得新大党土地之使用。 但实际上海军当时依照双方合约支付款其成,确实因拨付预付款,却因预算遭到冻结,并未如其拨付,反而延后拨付。 因此,陈伟志先生于上开会议中所言,仅是当下浮夸之词。